信守承诺的鹰妈妈 在一座高峰上,有两个鹰巢 两只雌鹰在初春时分,各自孵化出了自己的孩子 就在这两只鹰妈妈要辛苦捕食喂养小雏鹰时 老天爷却下起了一场鹅毛大雪 经植过后的突然变天 让这两只鹰妈妈越来越难找食物 好饿啊,我好饿啊 宝贝,你稍等一会儿,我这就去给你找食物 嗯,嗯 麦芬,你也出来寻找食物啊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下了这么大的一场雪,去哪里找食物啊 要是再找不到食物,我的孩子是会饿出毛病来的 是啊,我的孩子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 今天无论如何,得找到食物才行 可是红子,我们该去哪里找食物呢 我知道哪里有食物,你跟我来吧 你不会是想要到人类居住的村子里找食物吧 是的,也只有飞到那里才能得到食物 可万一被人类发现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们手里的猎枪是会要了我们命的 但如果我再不带食物回去,我孩子的命可就没了 好了,我走了 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 我还是看看情况再说吧 没多久,村子里传来了砰砰砰几声枪响 哎呀,不好,它被人类发现了 随着几声枪响 红子母鹰忽高忽低地从村子里飞了出来 它嘴里还叼着一块食物 当红子母鹰看到了树上的麦芬母鹰后 一下子从空中栽落了下来,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麦芬母鹰见后急忙飞了过去 它一眼看到了红子母鹰身上流血的伤口 和掉落在一旁的那块食物 红子,你这是撞枪了 麦芬,拜托,拜托你照顾我的孩子,拜托了 好的,我答应你 红子母鹰听后,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麦芬母鹰叼起了地上的那块食物 然后急忙展翅飞上了高空 为了信守自己的诺言 麦芬将红子的小孩 带回了自己的巢穴 一起喂养了起来 妈妈,妈妈,她是谁啊 以后,她就是你的妹妹 有好吃的,你们要一起吃,知道吗 妹妹,怎么凭空多出来个妹妹呢 好饿啊,我好饿啊 别急,我马上给你食物吃 说着,她很快速地将食物撕开 两只小鹰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吃吧,孩子,多吃点 这可是你妈妈用命换来的食物 从这一天起 麦芬母鹰便开始同时照顾起了这两只小鹰 可是气候实在太恶劣了 天空中没有安纯和野哥的影子 树林里也望不见松鼠和兔子的踪迹 寒风,饥饿和失望 折磨得她疲惫不堪 天气这么冷 小动物们都躲进洞里了 这要去哪里找食物啊 就在这时候 她一眼看到地面上有一个小石洞 洞口处一只老狐狸正探头探脑地朝外面查看着 狐狸,太好了 如果能逮到这只狐狸的话 那又能吃上好多天了 老狐狸似乎听到了风声 她急忙飞快地缩回到洞里 洞里的小狐狸愣了一下 爷爷,你不是说要带我出去找食物吗 怎么又回来了 外面有一只鹰 鹰,鹰很可怕吗 你看到这个伤口没有 这就是被鹰给抓伤的 好在那次我侥幸逃走了 否则一定会成为它的食物 天啊,这么说鹰真是太可怕了 哎呀,老鹰它飞下来了 只要将这个洞挖开,就有食物了 哎呀,爷爷,那只鹰想吃我们 你放心,没事的 只要我们躲在洞里 它就没办法抓到我们的 狐狸的洞周围布满了石头 鹰爪根本没有办法将洞口刨开 果然,鹰妈妈在发现这个方法 不能奏效后,便又飞到天上 爷爷,你说的没错 那只鹰飞走了,我们安全了 可以出去找东西吃了 我肚子都饿了 不行,我们不能出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只鹰一定在空中盘旋 等待着我们出洞呢 哦 小狐狸小心翼翼地探头透过洞口 朝外面的天空看去 果然,鹰妈妈正在洞口上方 不停地盘旋着 好不容易发现的食物 我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更何况,家里还有两个 饿着肚子的小孩 爷爷,那只鹰果然没有 所以我们一定要躲在洞里 千万不能出去 嗯,好的 可是我肚子好饿啊 今天不能出去找食物的话 那又得饿上一整天了 没有办法 如果我们从洞里出去 那很可能会变成老鹰的食物啊 洞内 两只狐狸 蜷缩在里面 空中 母鹰一直在飞翔盘旋 等待着 它实在不舍得离去 鹰妈妈飞着飞着 突然翅膀一歪 仿佛饿晕了一般 无力地朝下飘落 一直落在狐狸洞前 在鸡血和碎石间 扭滚挣扎 好像已身负重伤 奄奄一袭 爷爷,你快看啊 那只鹰掉下来了 它好像受伤了 哼,还想吃我们 今天就让我们把它吃了吧 不行,不能出去 为什么 这是那只鹰的诡计 它这是在装模作样 想要引我们出去 只要我们一出去 它就会飞起来 将我们抓走 可是它看起来 明明已经快要死掉了 当初抓我的那只鹰 也是用这种诡计 将我引了出来 那一次我上了当 差点丢了性命 同样的诡计 是不能骗我两次的 你看着吧 只要我们不理它 过不了多久 它就会重新飞起来的 鹰妈妈在雪地里 待的时间太久了 再继续待下去 恐怕会弄假成真 活活被冻僵冻死 没有办法 它只能无可奈何地 长笑一声 然后扑扇着翅膀 升上天空 爷爷,你说的没错 它果然是想骗我们出去 你看,它又飞起来了 它要是再不飞起来 恐怕就要冻僵了 这只狡猾的狐狸 竟然看穿了我的计谋 看来,要想抓住它 真是太难了 鹰妈妈盘旋了一阵后 便飞走了 突然,它在空中看到了一只熊 正在那里吃着 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块食物 哎呀,这只熊正在狼吞虎咽 吃着东西 看来这只熊也是饿坏了 那只熊觉察到了空中的鹰妈妈 然后仰起头 朝着它大吼了一声 如果能把它的那块食物 给抢来 该有多好啊 可是从熊手里抢东西 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有鲜活的食物当诱饵 将它引开的话 熊就一定会放弃这块食物的 我有办法了 好饿啊 妈妈怎么还没带回食物来呢 我也好饿啊 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要想从那只熊嘴里 夺走那块食物 只要让我的其中一位小孩 当幼儿 将其引开就可以了 但这样的风险 可能是让它葬身熊腹啊 可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就得不到那块食物 这两个孩子 再不进食的话 可真就有生命危险了 与其都饿死 不如舍弃一个 保全另一个 这只鹰妈妈的内心 在不停地挣扎 是选亲生的小黑鹰 还是收养的小花鹰 这让它难以下定决心 不能再犹豫了 再犹豫下去 那块食物 可就被熊吃完了 妈妈回来了 太棒了 妈妈回来了 妈妈 难道你今天 又没给我们 带回食物来吗 你看 妹妹她都快饿晕了 我也饿得一点力气 都没有了 那我先带着你妹妹 出去觅食 你放心 我很快就会带回食物来的 妹妹她那么小 怎么出去觅食啊 更何况她已经快饿晕了 拜托 拜托你照顾好我的孩子 拜托了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那好吧 走 妈妈带你去觅食 说着 她叼起小黑鹰 展翅飞出了巢穴 就这样 鹰妈妈将她的孩子 小黑鹰 叼到了 离那只熊的不远处放下 便又飞了起来 羽翼还没长齐的小黑鹰 在地面上不停地拍打着翅膀 妈妈你去哪里了 别把我丢在这儿 什么声音 好像是一只鸟 哎呀 竟然有一只小鹰 它可比这块食物好吃多了 妈妈 救命啊 救命啊 熊丢下食物 朝那小黑鹰走过去 此时 鹰妈妈俯冲下来 一下子叼起了地上的那块食物 正走向小黑鹰的熊 听到身后的声响后 愣了一下 接着 它急忙转身看去 只见鹰妈妈 已经叼着那块食物 快速地飞了起来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鹰妈妈 一下子从熊身边飞过 然后伸出爪子 抓住小黑鹰 便迅速地提升高度 熊健壮 敏捷地朝鹰妈妈扑去 然而 却差那么一点点距离 鹰妈妈叼着食物 抓着小黑鹰 飞快地朝鹰朝那里飞去 可恶的家伙 竟然敢骗我 你别跑 鹰妈妈在用自己的小孩 做幼儿时 已经想到 她的孩子 很可能会被熊给吃掉 可即便这样 她最终还是选择 用自己的孩子来做幼儿 这种举动 是何其伟大 不过幸运的是 她救回了自己的孩子 或许 这也是上天 对她的厚爱吧 对她的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她的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